躺在病床恢复一室 在鬼门关前走一回不是这么容易 12号上午9点多 男子在新北市中和自己的开心农场种种菜 没想到全身包紧紧袖套都带了 还是被蜜蜂钉咬 这一折浑身不舒服 引发心机桥症状发作过敏心休克 男子被蜜蜂钉到之后 原本想要自己开车去医院 但是他心脏越来越不舒服 而且意识也逐渐陷入模糊 就在这个路口向路人伸出援手 好在有骑士热心帮忙 带他去医院 家属事后在脸书贴文 希望寻找这名热心骑士 警方调阅监视画面找到了 桥底下一辆轿车停在路边 驾驶就是被蜜蜂钉咬的人 当下无力往前进 好在热心骑士二话不说 把他再去急诊室救命咬警 他就说他很不舒服 路程的当中他一直有跟他讲说 来不及来不及我快看不到 我没有想太多 我只是想说他需要帮助 我帮助他而已 春天到了气候回暖 蜜蜂与各种风类非常旺盛 一是提醒如果被蜜蜂钉咬 赶快移除蜜蜂的针 避免残留毒液 持续注入体内 接着赶快用水清洗伤口 还有酸碱性质的液体别乱用 以免伤口恶化 情况轻微可以使用抗组织胺 或是止痛药来减缓症状 但要是全身红疹 晕眩或是呼吸困难丧失意识 别怀疑赶快去医院 男子这回遇到好心人 虽然其实来不及为他戴上安全帽 依旧法令 为了救护伤患 交通违规得以劝导不处罚 但如果因此发生车祸 恐怕还是有可能会被举罚 提问欢迎姐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